提醒鄉親來關心 本身的健康問題 不可以長時間 讓這些電珠產品百條類 這個高雄有一個二五歲 流行上班族 每天最早要用手機 用多久 用六點鐘 增了五百年 後來開新的目標一直沒有 就去病院檢查 發現說 它真累的目標 水錢貼 雖然像減一樣的結錢貼 比青春以亞彈市的白萊種 因為長時間近幾年 使用這些電珠產品 若還作成目標的變變 醫生聽說 你如果用手機每百點鐘 要好睡十分鐘 但是差不多要有三百公斤的這個機梨 用電腦每四十分鐘 也要好睡十分鐘 經常在電池關起來之後 要再看手機 經過台東用手機 電池關起來也繼續在用 不少人都是這樣 要適合目標的三省變變 今天水錢貼 已經結晶了 過程這個二五歲流行上班族 每天用最早六點鐘的手機 經過半年 麥酒開始幫忙一個檢查 已經出問題了 接受一些紫外線啊 或是藍光不斷的刺激之後 造成它造成一些病變 那這些病變呢 剛好變成像症狀的一些層級 像椰蛋素 他說我們叫做椰蛋素白內障 另外一個高官 因為當期睡不到臉 眼睛還用過頭也影響市場 那時候值班的話 可能就遇到一些特殊的學生事件 然後去處理 造成整個就是睡眠的部分 是嚴重不足 剛開始的時候 我看眼睛裡面在左眼裡面 就是說會呈現有一個黑影 黑影就是說影響整個視線 熬夜啊沒有睡覺啊 這種這種生活方式 它容易造成 眼睛過牢時的發生比率 比正常時候增加 約四到六倍左右 醫生就建議說 用手機每半小時要休息十分鐘 最少要二三十公分 打電腦每四十分鐘要休息十分鐘 最少要二六十公分 電池關起來之後 如果將對眼睛的上海 是開電池時的四倍 是要保護冷凡汁湯 適當的休息 眼睛五湯用過頭 這沒有白的佩蓬